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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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收藏家特别喜欢的 当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独特的爱好 喜欢收藏石头也并没有什么不好 但石头最好就别往家里带 众所周知 石头是地底下的石头 石头本身就极具阴气 是阴气甚重之物 若是将石头摆放在家中 那么石头就会在家中释放它指生的阴气 从而影响着家中的风水气场 导致家中的风水阴气越来越重 久而久之就影响了家人的身体健康 影响了家中的运势发展 三 被碾过的衣服 有时会在路上看到一些比较崭新的衣服 好像被碾压过一样 一般路边的衣服千万不能带回家 很有可能这样的衣服上面附着着一个灵魂 而他们正好需要找一个替身 四 来路不明的玩偶娃娃 去日本旅游的时候会发现 很多寺庙及神社的外面 被放置一些公仔 但是我们都知道 一般那样的公仔基本都是受过施法的 所以不管是在路上还是出去游玩时 看到这样的公仔尽量不要带回家 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娃娃是受过诅咒的 五 十字路口的小钱 有时会在十字路口看到地面上有一些零钱 这个时候不管是多大面额的钞票 一定不要去动它 因为很有可能是别人使用的一种手段来转移自己的晦气 比如家中有人生重病 怎么治疗都不好 这时候有的人就会让他去十字路口放一些零钱 扔掉之后千万不能回头 这时若有人捡回家的话 那么这霉魂就会转移到这个人的身上 六 缠绕着头发的任何物件 民间最忌讳捡什么东西呢 其实最忌讳的就是缠着头发的任何物件 有的在路边捡个钱包 兴奋的就没法形容了 打开钱包只有一些碎银子 然后里面扎点头发绕在上面 这个头发其实是死人的 本意就是让死者跟上捡钱包的人搭逼因婚 不管哪种方式 这做事的人都是为了将晦气转移 这是一种很不道德的做法 有人做也就有人贪婪的会去捡 但是捡到之后你肯定会被厄运产生 去过夏威夷旅游的人会看到夏威夷的旅游局写着一个告示 请勿拿走夏威夷境内的任何杀石 很多游客会认为是夏威夷的一个环保措施 其实这是夏威夷流传的一个读咒 曾经夏威夷的一个皇室成员在死之前下的诅咒 拿走夏威夷土地上任何东西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神奇的是每年都会有些人中招 八贡品 走在乡村偶尔还能看到一些路边会放剪刀菜刀雨伞 或其他一些造型特别的物件 有些时候还会有些吃的饼干水果肉之类的 哪一种人可以捡这些祭祀用的食物呢 其实上天怜悯那些流浪者乞丐之类的 他们这种无家可归的所谓贱命的人是可以的 但要是其他人捡了这些物品 最容易的也是带着那些被镇压的邪灵之气入门 亦导致惊吓 失魂的事发生 从而引发疾病 事业变故的 九 被丢弃的神像 你如果在路边的神像之类那一般都是落难神像 而在这个本来神像上面的神也是没有衣服了 而小鬼之类的就会淘汰李江 这时你要把神像捡回家 等着你的就是邪门的事情跟着来了 或许你还会觉得有的事情会灵验 但毕竟不是慈悲善良的神 这些邪物可不会白白给你好处 你要回报的就不仅仅是成心 还有可能是一些血光 十 风铃 风铃是很多梦幻小女生都特别喜爱的物品之一 不少小女生都会在自己闺房床头 窗边 阳台挂上一串小风铃 当风铃随风飘动的时候 发出铃铃当当的声音 就好似年少时独有的青春气息 但风水学中认为 风铃并不适合带回家中 因为风铃乃是招邪之物 在白天的时候 风铃随风飘动的声音并无不妥 但夜幕降临之际 夜黑风高之时 风铃随风飘动发出的声音 很容易招来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这些东西很容易通过风铃缠绕着你 导致你生病倒霉 导致你霉运不断 缠绵病态 可见风铃确实不宜带回家中 十一 古董 古董是很多有钱人的玩物 人们觉得古董越老越值钱 所以很多人都有投资古董的生意 古董的价值却是很高 古董也承载了一个时代的辩解 记载了我国历史文化 但很多古董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东西 只有少部分的古董是家传之物 如此造就了古董的阴气 所以古董也不适合摆放在家中 一则是因为古董的年代久远 历史悠久 古董可能会背负着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在家中摆放 岂非影响家中风水 二则是因为古董阴气甚重 阴气不利于阳气 不利于家居的风水气场 更会损害着人体的健康 故而古董也不宜带回家中 十二一些带刺的植物 家里最好不要放置一些带刺的植物 植物什么的 因为放的时间长了之后 从风水的角度上来说 刺是一个不好的名字 可能有人就会说你锐气十足 这个人可能不好相处之类的话 对我们自身是没什么帮助的 所以说都是植物 就养一些小花小草就好了 也不要去招惹这些不好的东西 十三 古制纪念品 大佬提醒大家 很多地方可能会捡到一些骨头制成的纪念品 西藏以及尼泊尔 虽然制作很精巧 但是有些你可能想不到它是用什么制成的 比如西藏巫师或者贵族 会用奴隶人的骨头制成不一样的东西 这些东西的作用不为人所知 但是如果你捡到了这样的纪念品容易招魂 虽然现在的骨头制品95%是假骨头 但是还是要注意 十四被人丢掉的铜钱 说到铜钱很多朋友都知道了 其他东西可能都不会捡 但是看到铜钱很多人都忍不住想捡 但是钱也是不能乱捡的 首先是铜钱 现在用的都是纸币多 用铜钱的很少 很多铜钱都是一代代传下来的 路上看到铜钱千万不能捡 因为一些术士喜欢用铜钱做法 铜钱也是一种很有效的灵媒工具 流传越久使用的次数越多 铜钱是有聚灵的功效的 用的次数多了 里面可能聚了一些灵 十五 埃及的黑猫神像 在古埃及 黑猫是掌管死亡的神明 在法老死后 会仿照他制作成黑色石像 放于法老墓中 并施下诅咒 谁捡到了法老 就会占据那个人的灵魂 与他互换身体 从而获得新生 所以千万不要紧 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 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的 有的时候真的不能不信 有时候真的是 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也要从多角度出发 去考虑问题 最后再下定论 不要给自己找太多的麻烦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